欢迎收看计创王金线 我是Joy苏宗怡 今年车市对于消费者来说 一大痛点 就是你要找的热门车款 后车期特别长 一车难求 所以大家在比规格 比配备感觉上好像 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你喜欢的车买不到吗 那现在会是买车的甜蜜点吗 今天我们会要来聊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的来宾呢 他在生活需求面 用车习惯有点改变 突然发现说 怎么我的车 在现在的车市当中 价格水涨船高 那身价这么好 会不会开着开着 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卖呢 买新车 卖车 现在要找一个合适的timing 变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可能会赚一笔哦 我们就现在来看看 他现在的心情 现在的想法 现在欢迎阿松 西里 终于姐好 欢迎来到王金线 大家好 我是阿松 因为我刚刚开进来 这个车子之后 突然发现 哎哟 怎么每个人都盯着他 一直问说你要不要卖 是啊 而且呢 从化妆室就一直跟着我 然后跟进去捧 我想说这个人怎么还不走 原来他是今天的来宾啊 真的哦 就像个尾巴一样 一直跟着你的 要不要卖 就坐在那里的两千 对不对 对对对 是单单啊 零日像书是不是要拿出来 已经有人客人在排队了哦 你客人在排队了哦 哎哟 跟你说 因为呢 阿松买的就觉得说 哎 这一台车 我是家里面变成是唯一的用车了 对 唯一的用车 那也没有特别想要换 可是 刚刚被这么一讲 很惊讶 根子有软吗 先说软不软 这个是一回事 但是很惊讶于那个价钱 那价钱你知道 有钱能使鬼推磨 钱一直打你 就会觉得好像心动了 真的吗 对啊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 本来你家里有两台车 是 本来有两台车 对不对 然后你在换车的时机点上 我们等一下来看嘛 他说有个痛 觉得有点亏 但是呢 就是把两台车整合成 现在的这一台Odyssey 对对对 拿来做唯一的使用 是的 那使用的频率状况是什么 使用的频率状况 其实自从变成一台车之后 还蛮高的 一个礼拜大概开两到三天 两到三天算高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 喜欢autobus出门的人 对 所以这台车 其实它跑的里程数 它到目前为止还不到五万 2016年才不到五万 对 四万多 我知道为什么后面那个人 眼睛灯很大 里程这个很加分 很吸引人吗 少用 少用 然后呢 我又停在那个停车场里面 室内 车位车 对对对 然后呢 又是 我很少改它啦 很圆对不对 很原始 很原始 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子 它本身的状况就很好用了 你当时选的就是顶规 我当时就是选顶规 然后为什么会选它呢 是因为我那时候比较了几台车 譬如说那个 Toyota的Previa 然后我也看了XC90 对对 然后看了这台车之后 跟那几台车比较之后 我发现 第一个它的安全的配备呢 是在没有到XC那么高 但是比Previa 在那个当时好多了 同级距里面 对同级距里面 然后呢 我又觉得它这个车子的 很多状况我很喜欢 我可以现在一一来讲 当然当然当然 首先第一个呢 它的车头很多人都说 那你有没有觉得它很漂亮 我都觉得OK 但我最喜欢的是 它有一个转向式的主动式头灯 因为我原本是两台车 那这台车买来当初的目的是 为了孩子大了之后 很常载了满车的装备 山上露营 你露营频率很高 蛮高的哦 对对对 几十次了对不对 现在六十几次了 六十几路了 那这个车的使用 就派上用场 有派上用场 然后它我发现 就是你在转向的时候 尤其是山里面很多的弯路 是真的弯得很死 然后你当它一转弯之后 灯照过去 转向辅助照您 这些是很重要的 老婆安心 小孩子也不用怕 你也开得比较轻松 对因为很多人 他一弯过去就 A到啦 K到啦 可是他就让我看到 你现在车还原期吗 还原期啊 原期哦 原期对 又原期又里程少 又是现在最红的车款 对又白色 又白色 然后他也蛮多主动式的 譬如说他可以定速啦 然后盲点侦测也有 对然后呢 后照 你看到车的时候 他可以看到后面 嗯 到车雷达 到车雷达 然后我最主要买他的 除了安全配备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 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他的离地高度 你这么强调 对 因为他离地高度 你看才 我那个时候买的时候 他说33公分 对 低底盘 低底盘 所以呢 我爸妈他年纪大的时候 尤其我妈膝盖不好 他其实不用 你脚 膝盖还没有抬到平啊 他就已经可以踩到 他就可以很容易的上下 然后又有个手法 对 很方便 然后他出入方便 出入方便 不吃力 不吃力 这件事让你在长辈的时候 就觉得 我有进到这份孝心 是啊 而且我很喜欢他的后座 他的后座比前座更舒服 当然 所以我爸妈他们坐就很舒服 我来坐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父母都是坐第二排 对 父母会坐第二排 我爸会坐第一排 嗯 对 他的好处就是可以这样坐下来 然后呢 可以把脚抬起来 这个都是上车之后 几乎就会标准动作了 然后就开始 怎么享受怎么坐 想用什么角度就怎么调 是 对不对 然后中间又有个通道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你自己很轻松就走到后面去 对对对 他其实是真的可以在里面走路的 嗯 然后我们家的人个子都不高啦 走过地比较高 然后基本上第三排座椅 你看 哎呦你这样坐 我怎么觉得第三排好宽敞 对啊 而且我的座椅是很躺的哦 嗯 不是说你坐很直的哦 你看 然后他坐在这边 我头上也大概还有两个拳头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这个车子在第三排的乘坐上是蛮舒服的 人人满意 对 就是买一台车最大的成功之处 所以他作为家庭车是我的首选 然后他也有所谓的这个中央空调之外 他还有三区恒温 对 这边也有一区 然后这个呢 就是可以直接在这边按 你要多凉啊不凉啊 然后风都可以自己调 然后第三排也顾到了 对 然后他的灯呢 是我很喜欢 就是每个位置都有一个阅读灯 嗯 嘿 然后后面呢 还可以有 比较缺点啊 他的缺点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他缺点就是第二座这边呢 他没有所谓的 置杯架 对 然后呢 没有所谓的这个 现在很流行的 USB的充电孔 他都没有 嗯 因为你买的早 2016年嘛 是啊 对不对 但那个时候你刚刚有列出一些车单 嗯 都有比较同级距离面 包括了出风口的位置啊 对对对 这些都在你的比较细向里吗 是啊 因为我记得我有一年就是 那时候还没有买这么大台车 七个人我们去宜兰玩 嗯 然后呢 我租了一台 开什么车 WISH 哦 但也很热门啊 对 空间也不错啊 空间也不错 问题是他后排他只有送风 开到最大他就是热风啊 冷房效应不够 对 然后就觉得 坐后面的人真的比较委屈 所以我就想说 你后面就是要坐得舒服 然后你要独立的出风 而且他有恒温空调 我觉得很棒 那更棒是他如果灯可以照的话 老人家找东西干嘛的 方便 我前一阵子去花东玩 两个孩子多享受 他们就把椅子真的放起来 然后呢 推过去 哪个都像总裁一样 对 然后两个人就坐在后排 然后两个人 然后爸爸就是好司机 我就是司机老计 我的天哪 然后小孩子玩到不下车 然后就觉得 这车子 这样是对还是不对 也是对啊 就表示他们真心喜欢啊 是啦 还有你就带着他们去露营嘛 更开心了 对不对 那露营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载务空间呢 这载务空间是真的 没得闲了 没得闲了 真的没得闲了 但应该只差 他没有电动尾门 对 这个我要说一下 当初我买的时候 他真的就是没有电动尾门 所以我们露营很常 搬东西的时候 你就是在这边 你也没有体感 我也没有手可以用 对 然后就是没有办法 然后只能先放在旁边地上 或干嘛 如果下雨真的很麻烦 这件事情 其实会羡慕别人 有电动尾门 对 然后这第三排座椅呢 它其实是很舒服的 然后 但是我个人发现一个 比较不舒服的地方在 它没有办法可以 五五分离或六四分离 你现在看到它是把 因为它是四二四 对 不是不是不是 它是把椅背放下去 但是它不能完全收到下面 变平整的 不行吗 它可以收可以收 它收的时候 它三个椅子一起收到下面 你的意思是说 它不能够分别式的收 因为它不是独立作用 对 对 它如果给我一个六四分离 可以收纳到地上 或五五分离收纳到地上 它的变化性更大 因为你想要能够维持到 我至少可以载五个人 对不对 如果我要收椅子的话 对 我可以现在收给你看 你要看吗 可以啊 当然啊 它就是后面 后面三座 其实它以收座椅这件事来说 是非常方便的 这是美女才有的待遇 谢谢 你要我坐着等哦 其实你收很快 我收很快啊 它其实就只是这样 对啊 就一拉就先下去 翻下去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扣着 扣着 然后就打平了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羡慕这个功能 但是因为阿松会想说 我家里面万一我是五个人一起出门的话 我变得没办法 没办法 你就只剩四座 四个椅子而已 对 对 但 不得不说是 它这个椅子还有另外一个隐藏式的功能 这个我很喜欢 是什么 就是如果阿 我们现在去 譬如说去河滨公园啊 有时候去野餐 对不对 那你真的也没有位置坐的时候 它可以这样放倒就可以坐下来 这个很赞啊 对 它就变成是 观赏座位 对对对 而且感觉 还不错耶 诶 它可以钓鱼吗 可以 我看过网友真的去钓鱼 就这样子 就这样 就坐着然后鱼干这样算 对对对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它有一个这样的好处啦 其实加分项真的好多哦 对 所以当初我为什么选它 就是因为它有 我很多意想不到的功能 然后呢 慢慢开发出来 慢慢开发出来 还不错 还不错啊 但就是没有电动尾门 你知道我们爆了满满的东西的时候 就是很难很难很难搬进去 电动尾门这一件事情 它能克服吗 两千 可以啊 这个后面 现在的电动尾门都是改那个支撑杆嘛 所以其实现在蛮好改的 听到吗 蛮好改是不是 对 好好 两千哥 但是他会说你卖给他 他来改 哈哈哈哈 这在讨论 因为刚刚一再反映说 他好热门 他好热门 我们再来看你里面的一些配置 然后来电故一下 到底这台车现在身价怎么样 可以哦 好今天呢当然我们也很开心看到了大家熟悉的时尚玩家 爱死亡阿松的爱车 这一台车呢 我印象就是比较深刻的看到内装 想说你为什么四个椅子上面都放了这个靠垫 这个腰靠是不是 这个腰靠你要坐上去才会感觉到它的好处 对它吗 立刻有感吗 立刻有感 这个腰靠它可以帮助我行驶更长的距离 哈哈哈哈 它那很妙哦 因为我们时常都站着对不对 工作 然后站一整天 我们的腰椎其实是承受了很大力气 慢慢慢慢它就是 你开车只要开远一点 譬如说开到台中 或者是嘉义 你就会发现你的云林 你的腰就不行了 然后我就找了很多很多奇怪的东西来垫我的腰 很多的腰枕啊 那原来的椅子跟你的身型没有那么match吗 没有没有因为我是属于个子小的人 所以我如果上面靠到的 我下面这边都是空的 哦所以这真的是每个人坐了之后 因为体型的不同 对 你可能真的还需要自己再添购一点东西 对 像这样子一个 不然我觉得它原来的椅子的舒适度是不错 包覆性很够啊 对但是腰 对于腰部这一块我是觉得可惜了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腰靠 我就发现它 第一个我怕热啦 第二个它可以把你的腰顶住之后 你开车就更舒服 啊我坐得很舒服 我太太说那她试试看 我就买一个给她坐 结果全家都爱 结果两个小孩也发现他们 譬如说去山上有时候你一开就开两个小时啊 小朋友发现坐在那边坐的时候很舒服啊 睡着也不热 所以我们家就全部都用这个腰靠 好那这我觉得 因为刚刚实在太明显了 就问一下 但就车子本身的配备来看啊 嗯 2016年的顶规 你用到现在 对 这么多年过去了 有觉得 哎呀配备哪里不够吗 哦哪里不够 我觉得这个太小了啦 你对比现在的荧幕是不是 对啊 都限不人家数位化 数位化然后又有那个CarPlay 对它没有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 现在要有轟搭身型的话 我就更好 啊你没有 我没有 我是有那个定数系统啦 然后呢你这边可以接电话 可以打电话啦 然后可以调一些有的没有 但它就是没有我们所谓的轟搭身型 它有定数 定数 但没有跟车 嗯 那你上面这个算是顶规有的配备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我自己加装的 自己加装的 这是一个那个 呃前后的那个 记录器 行车记录器 好你自己装的行车记录器 嗯 但它顶规有个360度 有有个360度 有有有有 360度环境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对于你太太如果要开车 帮助很大吧 非常大非常大 而且它除了环境之外啊 360度环境 它可以看后面有广角跟不是广角 然后最重要是它有个P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发动嘛 它如果有P的话呢 它的好处是自动停车 嗯 它怎么停车 它可以选你的路边停车是直的 是左边还是右边 或是你是倒车路库 是左边还是右边 所以总共会有四种规格可以选 那很不错啊 很不错啊 對啊 盲点针这我们刚刚看也有啊 也有啊 这台车开起来的感受如何 这台车开起来 其实说真的它很不错哦 它开起来也不像在开大车 它的回展半径也很小 我觉得Honda在这个操控上面弄得很好 嗯 然后它本身又有一个Sports的模式 它开到Sports模式的时候 超车超方便耶 然后它甚至你不开Sports模式 你只要在高速公路上 你踩两下有门 连踩两下 在第二下之后它就会冲出去了 哦 对 是这样的啊 真的 所以它很好超车 我还以为是我自己感受 我还真的回去 有人买车看说明书吗 我去看了说明书 它真的是方便让你超车用的 嗯 在很多的操控性能方面 它是很贴心 连踩两下有门 连踩两下有门 它就会有一个往前冲的加速 那我一边跟阿松讲话 我发现它个人的配置上 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要点出来 哪里 这个是你的名字嘛 对 松嘛 也可以说送 送 但另外一边 大家都想说有个三角窗 就是为了规避 就是不要有一些视线上的死角 对 你把它填满了耶 因为它是我的门神 哈哈 你知道我们买新车 也是会怕车子上面 万一被人家怎么样 是你的吉祥物是不是 对 我的吉祥物小叮当 但是你填在那个位置 是不是有点浪费它 视觉上给你的辅助啊 还好 是因为我其实基本上开车的时候 左右边我还蛮小心的 ok 而且这台车子它有一个功能 是你在打方向灯的时候 它会 你只要选择好之后 它会特别显示出左边下面是什么 或右边下面是什么 它会有个辅助画面在这 对 它就可以不见得要用各个看 好 我了解 那你讲到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台车目前使用上 诶 感觉分数还蛮高的 还蛮高的啊 对不对 那会想换车吗 如 有在看吗 我有在看 我还是有在看车 为什么 因为它的车子本身呢 虽然说它比较低底盘 但它低底盘的好处是 上下车方便 但是你去露营的时候就开到 对 没错 我们都往山上跑 就会觉得SUV更适合 是不是 对 如果有个高底的 然后可以看得更远的 我觉得是不是也不错 听到这里 2000应该没开眼笑了 我切入的时间点到了 你现在有一个痛点 然后我刚好 我帮你咕咕叫 告诉你这台车 因为Odyssey 我们都在日本停产了 停产了 所以现在的Odyssey的车主 我们是不是拥有一个 你知道 市场上的抢手货 我们怎么样比较 现在的中古车价 我该不该在这个时机点 来卖车 是个甜蜜点呢 2000 是 你要开什么价 这台车子 其实真的是 市场上是非常缺车的 因为就是说 有些车是说 我排队等得到 这个车现在是排队 你也等不到车 所以在中古车市场上 这台车子的价钱 是非常非常好 那再来 阿松再来是比较可惜 是说他不是这个小改款 后有这个跟车系统 确实这个就是 大家在买这台车 比较会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Honda sensing的部分 Honda sensing的部分 可是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 当时他的这个车子 其实他的主被动 就是这些包括什么盲点 360度环境 其实都非常足够 那加上这台车子 其实就是Honda 这个品牌里面 唯一 就在这段时间有出的 这个七人座的一个版本 我们如果以新车 当时的售价大概在160多万 的车价不含折价的空间 那这台车子 我们以正常的行情推估 感觉应该会不会在80几万 应该是不是合理的价格 等一下 你开80万 但是我还没说完 但是80几万是买不到车的 所以呢 这台车子 你带来的行情表有吓到我 这台车子它的颜色也对色 里程速跑不到差不多5万公里 跑少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这个是中股车的这个 网站上面的一些开价 你现在带来的 观众朋友12345 5台里面有三台 有两台里程速破10万 甚至有一台是14万多 开价112万 阿松是2016年的喔 对都是16年 14万可以卖116 最高2016年跟你同年份 里程速45 少你一点点开125.5 所以这台车子的收购价 就是我刚刚前面讲那么多 就是要告诉你说 这台车到底有多保值 天啊 这台车子一定要破 大概基本上要破百万 100出头 收购 你当时买多少钱你记得吗 我买168吧 应该有折价吧 168 开了6年 开了6年 现在还有120左右 这个是外面市场上的售价 如果你是自售 你应该可以开到110位 就是120 以它白色这个跑少 这个里程速是没有问题 但如果说以中股车上的收价 大概会在110左右 你开出来的价格让车主说 天哪 那你要卖吗 天哪 你再开高一点更好 卖了吧 我刚刚已经把他的行照拿走 我已经跟他签约了 没有 因为其实这台车子 真的对市场来说 就是说 应该说之后再也不会有了 包括如果是2021新款后的车型 它基本上要超定价 我跟你说这样好了 你们两个现在在拉扯 在拔河嘛 其他三位 你们会赞成卖吗 我们现场投个票好了 小夕你觉得该卖吗 卖一卖啦 换新车啦 为什么 新车总是比较好啊 对不对 而且价格这么漂亮 是不是这样 郑杰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要卖 因为你卖了现在 买不到什么更好的 7人座这个尺寸的产品 你看 大家有没有想法 一票一票了 雷尼大 要看他这个第三排的那一个需求 小孩子什么的 如果那个可以安排头当 我觉得他刚才讲的SUV 会比较适合啦 因为你都往户外跑 是 我都往户外跑啊 但是要衔接好 但因为两个孩子 他们一个还是小学 一个念国中 这第三排的需求 我怕将来会越来越少 但短期内还是有 对 你现在听到价钱 就是一般都想卖想卖 听到价钱以后 又觉得那事后一点卖好了 你会更保 就怕卖虧了 我跟你说 因为关于卖的时机点 不对这件事情 其实阿松通过一次 对对对对 就是我就是我 因为他家里本来有两台车 我本来有两台车 我大概另外一台是 1.6的Suzuki Liana 大概两年多前卖掉的 他那是1.6嘛 我那时候卖的时候 是直接卖给一个 那个修车厂的老板 找了一个人来买 然后直接卖了5万块 结果呢 因为这一集要上通告 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 你们知道吗 我前几天去查的 那一台车 现在可以卖到12万耶 天啊 而且那个里程数 是比我的多很多 那台车才跑了8万多耶 对 所以你又想说 你当时卖了一个感觉 是太旧换星的价格 对啊 就是报废的价格 报废的价格啊 5万块钱啊 对 你知道太旧换星这件事情 雷尼大 有提醒大家实际点的问题 对 其实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缺晶片啊 然后还有俄乌战争的影响 其实现在交车期普遍都要等 大概都半年以上 甚至要到一年喔 那这个所谓旧换星喔 主要就是你旧车的部分 如果去报废 可以抵这个所谓的货物税喔 可以抵5万块 那摩托车有4000块 那汽车的这一部分呢 有一个规定喔 就是说 它必须得要是二等轻喔 比如说 呃我的 爸妈有这台车 可以适用在我买新车的时候 或者是我的小孩子 喔 这是二等轻的一个规定 第二个重点 你必须得要在六个月之内 也就是说旧的卖掉跟新的领牌 中间 如果超过六个月 可是最近还容易超过六个月 新车还没来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你必须得要去抓好 但是 呃 有一个变通的办法 就是说 你可以暂时先停牌 可是我觉得停牌 对北部人可能会很不方便 因为没有排你车就不能动了 那你可能要找亲戚朋友 或什么外线市的啊 可以去放这台车 否则你停在那里 算一个停车费 或者是停车隔的前 所以你必须得要把这个时间点先抓好 假设说真的确定六个月 那你就再继续开 开一段时间 呈呈呈呈 呈到那个时候 如果最后不行了 就是找个定点 先把它放起来 衔接好的话 我觉得倒也可以 比如说暂时停牌 这是一个不得不的方法 但停牌之后 那台车就不能再动了 然后也不要犯一个错 拿其他车牌来用 那车牌他用 又是违法 也是不行 那另外 刚刚正杰因为就告诉你说 不要卖 因为你可能买不回来 一样好的选项 但你不会注意到说 他要买SUV 有没有可能 可以等一下 归望一下 就是Honda CR-V 会有七人座 有这么一点可能性 有可能 有可能吗 因为又是你喜欢的品牌 对啊 因为其实CR-V 我们大家都会关注六代CR-V的动向 对 那之前我们都知道 中规的车款已经出现了 中规车款就是有七人座的 但到了美规车款 却又没有七人座 只有五人座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好奇说 那这车到时候进台湾 会不会有七人座的选项 我们其实从液体架构上 可以看得到说 这台车呢 跟过往五代以前的CR-V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变革 它现在的尺寸变得非常的大 这一代的CR-V 已经以美规车款来讲 已经到了4703mm的车长 我们现在都知道 现在中型SUV 一般来讲 我们觉得最大的是谁 可能像Sportage 4米66 就已经非常的大了 但CR-V已经到4米7了 在以前4米7 已经可能是像Santa Bay 这样的等级 也就是5加2的SUV的等级 所以呢 它的硬体架构加上 2700mm的轴距呢 它确实这个车格 是放得下7张椅子的车格 对 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 像动力的部分呢 我们关心的部分 在于说 像本来的1.5升 涡轮增压引擎 当然还是在 但是呢 在美规车款上面呢 也有EHEV 就是2.0升的Hybrid 两颗马达的 好 那这样子一来呢 204匹的中效马力 加上双马达 那在美规来讲 当然还有市区的选择 我们台湾CRV 其实也很久没有看到 四轮驱动这件事情 我觉得现在关于新的CRV 大家就在猜 我还不意会不会进 7人座要不要进 你觉得几率高吗 其实如果我是台本 我一定会做7人座 因为这实在没有什么悬念 因为东南亚规格 当然有另外一个7人座的场景 而且它像Odyssey 7人座这个市场 我怎么把这个市场拱手让人 他其实也没让人 因为现在也没有人 有这个市场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空窗 这一定 在商严商 如果能做得到的话 一定得做这个 台湾像阿松这样子的车主 是非常多的 我们希望有一台尺马合宜 但是要做得下 平常5个人 偶尔塞7个人 都要方便的车子 所以这样的车子 对台湾市场来讲 非常地 我觉得是重要的 而且再加上 现在MPV 其中型MPV 其实离开市场的 几乎清空了 Odyssey走完以后 然后M7走完以后 基本上没有这个车子了 所以台湾如果听到的话 记得 一定要规划7人座 这个真的有搞头 但你如果真的全家大小 7人出门的话 刚刚阿松说 他特别细心要注意到一个 第三区的空调问题 因为现在好热啊 好热 你知道已经很多的车主说 我是受灾户 我是热的受灾户 发生什么情况 还有你怎么样聪明降温 稍后来了 2 2 3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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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 4 最棒的是 才有一月一惊喜 汽车坐天好康大帮送 你还在等什么 加赖 加赖 现在就拿起手机 加入地球黄金线卖好友 让我们成为最懂你的赖车友 来